家住美國奧勒岡州東部郊區的 愛麗莎 九月底就要臨盆 但上個月離家方圓六十多公里內 唯一一處產科病房突然關閉 四十五歲高齡產婦的她 頓失安全感 只能離開舒適的家 先搬到兩個鐘頭車程外 愛達賀州的各個家代產 這樣離醫院比較近 像這類所謂的產科護理荒漠現象 正在美國許多偏向發生 超過一半郊區醫院 沒有產科人力與病房 區域內大約200萬 生育年齡的婦女 缺乏產科醫療照護 需要長途跋涉才能出門產檢 有的不得不在急診室分娩 一項研究顯示 鄉村居民因為懷孕生產 而面臨嚴重併發症 甚至死亡的可能性 比城市地區高出9% 成為地方政府官員的頭痛問題 愛麗莎打算生產的 盛阿芳蘇醫院 也正面臨著產科護士短缺 接生數量下降的情況 一種替代方案正在興起 由合格駐產市主導的獨立生產中心 處理一般非高風險的案例 中西部田納西州薩莫頓的農場 駐產中心已經成立半個多世紀 孕婦在類似居家的舒適環境 進行各種檢查諮詢 也舉行產前聚會 分享喜悅和擔憂 還能選擇自己想要的生產方式 而且費用比住院生產低得多 將產婦依照風險程度分流的概念 接受度正在提高 許多州與社區也正在設立更多的 獨立生產中心 康乃蒂克州州長拉蒙特 最近簽署一項立法 為這類接生機構頒發執照 希望就算偏鄉 人口稀少 收入偏低 都不能少了關鍵基礎醫療資源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